請起立 起立 請坐 坐得滿滿耶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有精神 因為等他要回去 謝謝 這個台灣的地位 真是越講越趣 你越聽越走 你會覺得說 奇怪 古早我都不聽過 怎麼現在才走出來 實際上 是因為中華民國 來台灣 鑑壓台灣 六十七年 他就一直想說 我們本土台灣人 聽清楚 要說本土台灣人全體消滅 我看到 既密檔案裡面有說 當1945年 九月份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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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鑑壓台灣的依情 他再跟 馬卡莎建議一件事 他說 他希望六百萬的台灣人 他說這些台灣人是日本人 希望這六百萬的日本人 隆重永存 把他載去日本 但是美國沒有同意 因為 這個土地 其實 九月橋他也很清楚 這個土地 老早在馬關店的時候 台青的風土 已經將台灣這個土地 研究掛牛給日本天王 所以他沒辦法 說要將這些人製造 但是 蘇聯有做一個事情 就是百風速度 一萬六千名的日本人 用鑽 都將他載去 日本島裡面 載去河海島 北海島 你後來將這個百風速度 沖空 這樣他載去沾 他說這是無人土地 來佔領 因為國際法裡面 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如果沒有人的土地 什麼人先沾領 什麼人先發言 什麼人先claim 就是主張 我記得 國際法裡面說得很清楚 要先claim 國際法有說 殖民地 可以割讓 可以掛牛 但是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掛牛 這是怎麼這樣說 這個 其實 國際法裡面 它有一個主任法 這個主任法 經常用人的身體 來做一個比賴 你想想 一個人 他的心中 說要把它切掉 來交給你 要掛給你 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不可以嘛 除了這人死 死了 要把它掛掉 來移植 這樣可以 但是你如果沒有死 圓圓的人 要心中打開 拿那個心中出來 把它倒在你的身上 這叫做神聖不可分割 心臟是我們人的神聖不可分割的器官 拼圓也一樣 拼圓在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黑白要把它掛掉 甚至建軍失敗 要把土地掛掉 都不可以 因為就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意思是世界之前 剛才結束的時候 全世代的國家 你怎麼可以叫原住民 我們也叫原住民 那個時候很可惜的就是 我們很不知道 你不要拍手 你不要拍手 你不是高山 才是高山民主 當然了 所以他才會用原住民 台灣這個土地是日本天農業 這是根據什麼 1895年4月17號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很清楚 講說什麼 大清的大皇帝 將台灣周邊群島跟澎湖 這些土地掛給日本天農 第二次世界大任 1941年12月8號 美國的國會向日本天皇宣戰 搞清楚不是向日本政府宣戰 向日本天皇宣戰 他為什麼要向日本天皇 因為天皇代表這個國家 再來在1945年 1952年的4月28號 就今天和平條約 是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沒有提到日本天皇 所以可見的日本天皇到今天為止 仍然擁有台灣的這一塊土地 不只是這樣 不只是這樣 北方四島 北海道 本州 九州 四國 這個獨島 還有一個琉球 琴島 還有台灣